我們接下來看一下VBA怎麼去撰寫 其實VBA撰寫的方式跟剛剛幾乎如初一側 大部分是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K等於2 為什麼K等於2 因為從第二列開始 For I等於第一個工作表 到最後一個工作表-1 這也一模一樣 其實這有時候程式直接乾脆從前面貼上來改而已 那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這邊的話 主要是 這個地方我是讓他去追蹤每個月的 最下面一列 OK 那如果是3的話 表示只有一筆 那 如果是 他 如果裡面完全沒資料的話 他會怎麼樣 如果這邊的話 卡住向下 他還是停在3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什麼 判斷 因為我 假如 沒有資料跟一筆資料都會停在3 所以我擔心說可能會預判 那怎麼辦呢 我就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 當什麼情況下才要去複製呢 當那個 這個 工作表裡面的A3儲存格裡面 不等於空的 OK 他如果是空的 那就 不做任何事 跳過了 有沒有 從這邊直接跳過 那當什麼 當他不是空的 就裡面有資料 比如說1月份裡面有資料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把它call過去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就 把這個地方 直接就 直接call call過去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優標一定要放在總表 因為我沒有在 其他的那個 工作表裡面 加那個敘述 Range這個前面 我沒有加那個敘述總表 所以我把它call過去 這個就是把前面東西 call過來 1月份就過來 再來的話 一樣的方式 就是 因為這個K的值 預設是2 但是他已經有一筆了 所以我為了讓他知道說 再來我要放在哪個位置 所以剛剛有用過嗎 就是 用K等於向下追蹤 加1 不過前面是用A2向下追蹤 但是這裡 可能如果你用A2你可能要考慮一點 Ctrl向下 他好像會跑到最下面去 所以 建議是什麼 從A1向下追蹤 比較不會出錯 OK因為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追蹤可能會跑到下面去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能要 針對實際上的狀況 去撰寫對應的程式 否則比較 容易出錯 OK A1然後向下追蹤 然後再下一個 下一個之後的話 再來一樣 我就 一樣是3 所以一筆 2月也是一筆 一樣把它call過來 再來的話 再下一個 3月的話 3月4 有兩筆 兩筆反正一樣 他就是抓到4之後的話 就是幫我把 他的 A3到D4 有沒有看一下 A3 到D4 有沒有 放過來 就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all到總表裡面來 OK call過來 call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可以拿來當範本 有沒有 今天寫的東西 程式真的非常的簡短 在8行 對不對 你就 把它全部執行完 就OK了 而且呢 今天寫的程式 不是說一定要完全一樣的範圍 不同範圍呢 一樣也可以在瞬間 可以幫我把什麼 每個月的那個 這個捐款迷信 一下子全部都call過來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自己在找類似的案例 應該蠻多的 手邊隨便 隨便找就一堆 那你 記得 就是第一個 一定要把這邊 熟練 裡面最重要的 關鍵我覺得 跟入門班最大的差別是說 這裡面的話 會多很多的敘詞 可能大家比較不習慣但是 程式比較容易寫錯就是這個哪一個工作表 那我這邊的寫法基本上是因為我是 將來按鈕會放在總表裡面 所以呢我在總表前面就不加 工作名字其他跨 工作表的就會加 另外的話就copy 就是哪一個範圍裡面 把它call過來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 而且我發現 Copy太重要了 如果不會Copy 這程式真的在寫 怎麼寫 如果像以前我們是用Sales Sales的話也可以 但問題你要一直搬 搬 光那個一列就好幾工作表 你就要寫 假設 5個你就要寫5行 如果用Range的話 1行就搞定了 所以基本上用Range來表示 真的非常的簡單 其他應該就沒有多的 就向下追蹤 這個我想也是前面寫的N遍 那這個K的話也常常出現 我蠻喜歡用K的 就哪邊加K就K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事 HI P 好